接下来告诉大家 真的是要变天了 虽然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想说 哇 这个太阳艳阳高照的 但是呢 这个热热的天气马上下个礼拜 应该说从周末开始要有所改变了 气象局表示在礼拜天 立冬之后 这个气温明显的下降 从晚上开始就是睡醒之后 要全台大变天了 气温会骤降16度 下个礼拜一呢 入秋之后最强的冷空气报道 全台湾要急冻五天 低温下探12度 今天太阳露脸 天气微暖 全台高温飙到30度 不过民众可别被这好天气给骗了 因为这个周日7号 就是24节气之一的立冬 而且周末还有一波东北季风 到了周日深夜后 全台气温会瞬间骤降16度 民众最好先把保暖衣物给准备好 明后两天周末期间 将有一个微弱的封面通过台湾 并且东北风稍微的增强 因此预计迎封面北部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下周一起入秋以来 最强的冷空气即将报道 全台急冻五天 变成一颗冷冻番薯 下周一周二 北部东半部湿冷多雨 低温来到14度 接下来的三天 则会转为干冷 周三晚上的周日清晨 受到夜间辐射冷却的效应 天气会最冷 低温下探12度 这一波冷空气 其实等级上 主要还是以东北季风为主 那但是温度会降得比较低一些 接近冷气团 若这一波冷空气达到冷气团 等级将会是40年来 最早的大陆冷气团 气象专家表示 若高山上有充足的水气 而且温度降到零度以下 何寒山在下周三 有可能会降下 入秋以来的第一尝试 周日深夜起 全台急冻 连五天都笼罩在冷空气之下 平地低温下探12度 民众可要趁这几天 把冬一冬被给准备好 记者林郑坚 吕一捷台北报导 另外最常冷空气也来袭了 在大陆现在已经明显地感受了 降温猛 雨雪多 而且风力强 还被称之为是全能行 在大陆气温骤降8到10度 很多地方是大风又起大雾 能见度大概就20公尺 也因此发生了多起的车祸意外 有驾车被夹击 还有机车骑士载木板 结果被大风给吹跑了 在轿车停在车道上 等着让前方砂石车掉头转弯 没想到就在这时 后方一辆大货车完全没刹车 直接撞上 把轿车撞进砂石车车体下 车身严重变形 当场成废铁 驾驶就出时 也没了呼吸心跳 当天有雾 能见度非常的低 特别就20米 30米 大雾酿货 不只在黑龙江千里之外的江苏 高速公路上也上演连环追撞 超过20辆车撞成一团 部分汽车受损严重 还有人受伤倒地 现场一片狼藉 还不断响起车辆碰碰碰的撞击声 另一头浙江有骑士当起独臂侠 一手抓着龙头 一手扶着大木板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导致机车重心不稳 连人带车倒向一旁 千万豪车 还在麦巴赫车头刮了一圈 光是修车就要约台币32万 最强冷空气来袭 大陆多地出现大风大雾 新疆还出现风吹雪 当地气温零下20度 风力达8级 道路结冰 车辆通行受阻 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这波冷空气由于降温猛 雨雪多 风力强 还被打入气象局 称为全能型 各地气温将奏向8到10度 已经迹象13审 发放米粒年倍等预寒物资 记得综合报导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